PVH一年前提出 断绝所有使用新疆棉的 世界各工厂的业务 他提出一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全球合规声明 也就是说 你要用新疆棉的话 要给我提出合规声明 代表没有来自新疆的 所谓他们认知的 血汗工厂的制品 问题是 PVH集团 你怎么会发这种声明 一定是美国要你发的嘛 没办法 政府要我发我就发 那个成本会提升 最大的销售地 就是中国 撑起它一半的业务 中方持续告诫 不要变成了美国 打压中国的小弟 而损害到自身利益 中国商务部这边 他们日前发布了 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 对美国的PVH集团 启动的调查 那是否有涉及 新疆产品歧视性的措施 说到PVH集团 观众朋友可能 听名字有些陌生 但他们旗下的品牌 您一定听过或是买过 像是CK Kelvin Klein 或是Tommy Hilfiger 这些品牌 都是属于这个集团旗下的 那现在PVH PVH集团 抵制新疆民的调查 算是中方的反制措施 而且动作 还算是蛮克制的 他也持续告诫各国 不要变成了美国 打压中国的这个小弟 马前卒 而损害到自身的利益 那新疆民这一招 干哥觉得怎么样 你知道PVH是全世界第二大时尚服装品牌 对 当然是在美国 他是全球第二大 Colvin Klein等等品牌 你知道他第二季销售全球是多少钱 销售额是20亿美金 这个在服饰这种行业里面 他根本就是龙头老大 但他竟然 在一年前 你知道他提出一个什么 他断绝所有使用新疆棉的 世界各工厂的业务 不管是在孟加拉 印度都跟你断绝 为什么 他提出一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全球合规声明 也就是说你这些厂 你要用新疆棉的话 你要给我提出这个合规声明 为什么 代表没有来自新疆的 所谓他们认知的 血汗工厂的制品 他们就认为说你是血汗工厂 那问题是PVH集团 你也要晓得你是一个 拜托你是商人 你怎么会发这种声明 一定是商务部要你发的 一定是美国要你发的 没办法 政府叫我发我就发 还要叫我跟新疆棉有关系的 这些工厂都断绝 那个成本会提升的 你知道 那PVH集团的服饰品 最大的这个 那个销售地就是中国 第二就是澳洲 就是亚太地区 撑起它一半的业务 那你这一半的业务 你现在就看起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 因为美国商务部 对于汽车 你知道最近 白宫还特别要求 通用跟福特两家公司说 你们不要再进口 那个中国电动车 尤其是卡车 这些电动卡车 都不要再进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要避免世纪之初 有第一次中国冲击 对不对 过了24年以后 不要再有第二次 中国的冲击 如果中国冲击 要是又成真的话 很难回复美国 基本的工业制造能力 尤其是美国 非常重视的汽车工业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欧洲也被拉进来了 对不对 欧洲现在也被拉进来 欧盟现在我跟你讲 他说要 这个中国现在 对于PVH集团提出这个 也就是说 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调查 对于欧盟来讲的话 欧盟也一样 他们面临着 到10月底以前 27个国家 要一起投票 你必须要超过15个国家 也就是65% 65% 才能够决定什么 才能够决定 是不是对中国电动车 中国就是欧洲车 在中国设厂的那些厂 进行征收 9%到35%的关税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很 就是那是一个很伤害性的 而且如果说 到了10月底去 那个 就是说他们投票 要是成功的话 就有5年为期 就等于有点半永久性 所以对于欧洲车来讲的话 欧洲厂商来讲的话 也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难怪德国 匈牙利 还有西班牙 他们都希望在10月底之前 拜托 我们现在来再磋商一下 不要对中国 提出这么高的关税壁垒 否则反倾销调查 中国也可以这样对你们欧盟做 不是吗 虽然欧洲这边呢 还是有想挽回的余地 但是美加他们已经出手了 百分之一百是克定了 但是在北美市场 我们看到 中国的电动车 依旧很有竞争力 即便你这个关税增加了一倍 比亚迪还是可以卖到 2.5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 80万元的这个产品 你要知道 特斯拉 他们目前旗下 是没有3万美元以下的车款 所以在低端 这个便宜的车厂里面来讲呢 中国电动车还是有无与伦比的CP值 那现在 好 关税也加了 但是呢 中国电动车照样卖 美国现在政策会不会有一种 小手镜是我自己的感觉 事实上在美国可征 百分之百关税之前 我就已经提出来 哪怕是美国提出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比亚迪 或者是宁德时代 这些车厂的车 在美国一样推得动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来讲 中国制造的这些汽车 它都是在一个合理报酬范围之内 而且呢 大陆它基本上来讲 它制造电动车 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 所以它做什么都合理 然后它的这些车子往外 往外 往外销售呢 其实 那个对于业轮来讲 这个是产能的过剩 那但是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它不是啊 那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看 北美对于电动车的喜好程度 其实只限于一个问题 也就是电量焦率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充电 为什么 因为在拜登刚刚上任的时候 他花了那个50亿元 要盖50万座的这一个充电站 可是截至目前盖了几座 7座 这个就是美国的速度 乌龟在爬 那但是呢 大家愿不愿意开电动车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电量焦虑的话 是愿意的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才能真正的提高这个降低热效率的耗损 因为我直接借用电能 然后用电能直接的推动汽车 没有在这中间我又有发电机啊 我又有内燃机的问题 它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说看最近的销售的话 我们会发现 因为它有 在北美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所谓的电量焦率的问题 所以它Hybrid 也就是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的车子 卖的是最好 那其次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黄色的这条线 其实就是全电车 那个电动车 然后现在我们所开的这些 一般的燃油车 它其实卖的状况是最差的 但是这个情形呢 如果其实不完全反映在特斯拉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它有做过另外一个统计 如果的我们讲到说 扣除了特斯拉的一个那个电动车 我们来看 这个是它电动车的状况 其实在今年2月跟3月的时候 它的状况 销售状况并不好 但是如果把特斯拉的状况扣除的话 其实整个的电动车的那个 它的销售是不断上升的 那也就是如果美国 它在它那个这么广包的大陆上面 解决充电的问题的话 其实这一个电动车的市场 是一点就全面引燃的趋势 中国电动车能卖到欧洲的关税命运 现在就看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他与欧盟各方人士的周旋和谈判了 那目前立场鲜明是反对与中 来建议贸易壁垒的国家 包括了匈牙利啦 德国啦 挪威 西班牙等等 但这个结果呢 还是必须看欧盟这个议事程序的最终表决 想问一下岳老师 您观察目前中欧贸易的磋商 正在往哪个方向来倾斜 我先强调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像 匈牙利啊 挪威啊 德国啊 他们这些国家之所以反对 要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 尤其是匈牙利的外长啊 已经表明态度说他会将投票反对 你要知道欧盟是集体决议制的 每一个国家的话呢 一定要共同决议 所以说每个国家相对而言 都具有这种否决权啊 那匈牙利的话呢 是目前为止欧盟国家中 跟中国关系最好的 我觉得要讲到三个方向啊 第一点来讲的话呢 德国为什么反对 因为德国本身非常了解 就是说他自己的汽车工业 他自己做的电车也好 传统车也好 或者说是油电混合车也好 他已经把大量的这种投资 放在中国 放在中国 尤其在新疆的投资的话呢 就是他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增加 在这种美国的宣传 新疆什么什么劳工问题啊 什么什么集中营问题 那么德国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知道 这个在商言商啊 就是要把凡是生产的 要把它放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挪威 挪威是什么 挪威是全世界最有钱 最重视环保的国家 挪威电动车 它没有理由拒绝啊 因为电动车其实的目的 我说句良心话 这个简直是西方国家的 莫名其妙的做法 你原来强调 因为我们这边 通通在讲绿色环保 绿色环保 讲到现在的话呢 中国的绿色就不是环保 这个讲不出来的道理 那挪威基本上 头脑比较清楚的讲 说我们既然有钱 我们既然要维持环境 我们既然要保持 电动车就不会污染嘛 对不对 你有本领的话 发展那种轻能车 你做不出来的话呢 那电动车做出来的话 你就要采购嘛 那匈牙利本身来讲 在立场来讲 我比较清楚 因为他们说总理奥尔班 他带动了整个匈牙利的 基本上的态度 就会认为说 目前为止 欧洲 尤其是欧盟的国家 要发展上来讲的话呢 他们一定要降低成本 因为我在欧洲住了很久 我非常清楚 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 劳工太贵 福利太好 人太懒 就是这三件原因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王文涛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想尽办法做一切的协商 虽然是很辛苦 也很努力了 H&M他们拒用新疆的棉花 这个新闻被 共青团贴出来之后 引发了对岸网友的热烈的讨论 那其实这不是新闻 去年9月份 H&M的一个公告 那为什么此刻被引爆 相信一定有操作的目的 跟背后的想法 过于您的观察 而且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效果出现了吗 我觉得是3月22日就欧盟制裁中国 那接下来共青团就把去年 H&M那个声明就重贴了 那因为H&M是瑞典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针对性就是针对欧洲的企业 就是说你要在中国赚钱 那对中国的一些规矩也要尊重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事实上BCIA从去年3月开始 就开始指称新疆的棉花 有强制劳动的性质 那当然后续 包括BBC的专闻的报导 开始反归一些新疆的逃亡人士 那就川普在去年9月22 就在国会通过这个法案 就是要反对强制劳动这样的一个法案 那接下来就BCIA就介入 也挺美国这个法案 他就使得这个事情就有点政治化 但BCIA的上海办公室是说没有强迫劳动的事情 就BCIA他的瑞士的总部就说有这回事 然后中国是在上海 那他说他去做了实质的调查 那并未发现强制劳动情势这样 分公司跟总公司说法不一样 因为上海这个是发生在后面 所以有人就在说 瑞士这个总部要不要follow一下上海的声明 那现在还没有出现 不过就是说我们先讲中国的反应 就说在共青团出了这个声明之后 事实上中国的官媒是很谨慎的 到目前为止点名的也就只有H&M 因为针对你刚刚讲欧洲的公司 欧洲的单位对于非常明显 演艺人员抵制比较厉害的是阿迪达 刚好也是德国公司 那其他当然有点名很多 因为大家就去搜那个BCIA的会员 有哪一些人出了声明抵制 那很容易查出相关的中国艺人是哪些人 所以网民就开始动了 那目的你刚才已经讲了 那效果呢你看 效果大概中国跟台湾香港的艺人 大部分都表态了 那也包括安踏体育就退出BCIA 可是BCIA有1953个会员 目前事实上出声明抵制的大概不到30家 所以大部分是不想介入 不想介入 因为会惹麻烦嘛 因为中国毕竟它在 包括纺织品它也是最大国 然后棉花生产是第二仅次于印度 那棉花的消费是世界第一大 所以没有人想惹这种事 莫迪刚刚过远点出来了 效果看起来艺人马上撇清 但另外一方面包括很多国外的公司 不只是欧洲的公司 你看连美国的第二制协厂 就立刻也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有经过独立机构的调查 认为新疆并没有强迫劳工的方式 反正现在就是赶快表态 不过我刚讲的是企业面 企业面 可是如果是政治面 那政治面现在是越描越黑啦 那现在当然有人就提到几个可能的阴谋论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想要用这个来分化欧盟跟中国嘛 那让那个欧洲议会现在也反弹啦 因为中国也制裁了欧洲议会的议员有五名嘛 那他们现在也反弹 就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就暂缓审查 然后另外就是四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投票 那美国要联手欧洲国家要谴责新疆的人权嘛 那另外还讲到更阴谋的啦 更阴谋的部分我帮委员点出来了 我就引述中国大陆外交部这花春莹的说法 他说这是美国企图又把中国大陆给搞乱的一个方式 就像是之前CIA测动香港反送中事件办的角色等等 这是大陆外交部的一个说法 简单来讲现在中方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美国想要复制颜色革命 在中国大陆 让新疆这一块如果乱的话呢 就会让中美之间的竞争的时候 北京担忧的事情就更多 张老师您的看法 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俄国文学民族 安纳卡拉尼娜是讲说幸福的家庭它的原因都一样 但是不幸福的家庭它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因素 所以我们在人生之中就是好戏从来很少连台 但是这个赖势会经常重演 所以它要能够重演这些颜色革命的话 它要有很多很多的社会条件 那这个整个大陆而言的话 它去相对以前说曾经发生的之中 某些具有某些的同知性 但是却有更多的意志性 特别说我认为说就于资讯的整个控管 这个大众的无论是大众媒体或社交媒体的 就是资讯管的控管 特别是实名制 而且在这个资讯这些里头整个之中的去掌握 我认为这个很难去再达到那个所谓的颜色革命 或者反送中这一类的事情同样重演 另外一点因为大陆的电子支付 几乎是整个社会上都是这样如此 所以你那个整个的就是资助这些 就是反政府活动的金流 也可以很快的被管控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不认为这个西方有这个企图 因为它知道它的困难度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传言 说西方希望能够重复 然后再次这个做到 我认为这个就这个现实的条件之中 没有那个环境 没有那个环境 但是就美国的立场来讲的话 这个事件如果发酵的话 北京压力确实会相对大一些吗 是的 它虽然是打算是这样做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这个打算去做未见得做得成 但是你打算去做了 没有做成反而要更糟 所以假如说没有实诚实的把握 我不认为这个会真正付足于行动 那现在压力大的是谁呢 所有跟这些牌子沾上边的名人 都开始问题比较大 我们录影是礼拜六 我看今天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是 蔡依林还没有这次的发声明跟表态 所以对外网友就说 蔡依林你当台湾的巨星就好 我把这些像是一些中港台的艺人 列出来他们的品牌 基本上现在都被盯上 他们就立刻发了声明说 要解约代言的合约等等 人民日报说 这些艺人不要想一边赚 中国大会的钱一边使唤 那台湾这一方面呢 苏天昌院长他有说 这些台湾的艺人不要不知轻重 因为有些艺人也发表了一些态度 要跟合作的厂商做解约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两岸在前段时间 蔡总统递出一个橄榄枝之后 一直想要某种程度的看 有没有恢复交流的机会 包括了像陈时中最新的说法是 接下来可能承认中国大陆的疫苗 放宽对岸来台湾的商务人士的天数等等 但苏天昌这样一警告 情况下张老师您的看法 这对两岸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艺人方面呢 这个发表比较亲中的言论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以后也还是继续会有 所以这么多年来也很多了 但是院长急取警告的好像比较少 但是台湾毕竟民主国家嘛 你说院长警告 但不代表会对这些人的实际 在台湾的演出的权益 还是他的来往会形成任何法律上的影响 最多可能是他对这个观众 心目中的观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两边都有民族主义嘛 那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两个开放的措施 第一个是放宽商务人士来台的天数 这个是完全操之在我 就是操之在台湾 而且这一定会做 也陆续的在进行 这一点来讲 北京就算没有公开表示认同 至少也不会反对 所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承认这个疫苗 那这个本来态度就很清楚 如果它符合台湾的各项标准 那这个进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台湾本来也有很多来自于中国的药品 喂柴这个老早就有 你符合我们的标准 药品喂柴其实都有 动物血清的没有 动物血清的还没有 但是 这疫苗可能不是开放来台湾 而是你去施打了中国疫苗 他也认可 我认为施打中国疫苗认可 这个可能性是一定有的 因为他毕竟我们的人嘛 你说回来 如果说有什么检疫的规定就一样 但是施打了之后也同意说 他的这个记录也给他认可 我想这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 接下来这个疫苗问题 本来就是这样的态度